学佛的人要明了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如果你真心忘心都没搞清楚 这个学佛就有大问题 有大问题的人不少 这个人不知就过 这是什么原因 学了一辈子 没犹如法门 以什么为标准 用真诚心带人接吾 以这个为标准 真的带人接吾 用真诚心 用弓箭心 鲜守过死 在妄境还原观里面 跟我们讲的死等 那就是若文 而且大臣若文 第一个 随于妙用 智慧 能随于一切 妙用是什么 妙用是不放在行上 下语言 卫言都可以随 圣经 逆经 没有一样不随 你不随 你必定跟人 读成 必定跟人接吾 肯定的 随缘 顺着他就不会了 顺着他说 心里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把这个事情 放在行上 为什么 这些是假象 凡所有相 皆是虚望 圣经是虚望 逆经也是虚望 善缘是虚望 物缘也是虚望 全是虚望 你要去计较他干什么 搞得自己的心不清净 错了 进阶 天天在考我们 看我们怎么应付 是不是随缘妙用 如果是随缘妙用 你是大臣不少 看我们怎么应付 第二呢 唯一有责 实实处处 要做好样子 给别人看 做榜样 给别人看 我是怎么待人 我是怎么结婚 我是怎么处死 那 认真负责 还不着想 发习充满 跟恶人在一起 也发习充满 为什么 因为我心清净 我心平等 我们修什么 修清净平等 怎么修法 在人事上 在对人上 在接物上 在对事上 就是在人事物上 修 离开人事物 你到哪里去修 你每地方修啊 看不顺眼的人 看顺眼了 看不习惯的事 看惯了 这就是修 不再把人事放在心上 让心恢复到 清净 平等 旧 这就是大臣 要做出这个榜样 对人 对死 要忠厚 忠是没有偏心 没有私心 后是厚道 厚德在无 人厚道 天下归心 大家都愿意亲近 都愿意听你的 要有厚德 厚德表现在哪里 孔夫子的无德 就是的 他老人家 待人皆无办事 处处你能看到他 温厚 善良 恭敬 借解 谦让 谦虚 让别人 这是用在四上 离上 就是仁一离之心 表现在行为上 就是温良 恭敬 中国人 尊重读书人 尊重读圣仙书人 为什么 他们这些道德 做到了 那在佛法里面 唯一有词 就是十三月道 那不杀神 绝不伤害别人 换一句话说 绝不引起别人的烦恼 引起别人的烦恼 是属于杀神的罪 你虽然没动到杀他 你叫他难过 不偷盗 绝不占人的便宜 反过来 要常常帮助别人 布施 三种布施都要做 遇到机会 睁开 财不识 发不识 不为不识 不隐喻 声散散 口四散 因为口过最多 最严重 最不容易吃 所以佛受了四条 不忘语 绝对不欺骗别人 不念事 不挑拨是非 不欺语 不欺语 话言巧语 欺骗别人 不悟口 说话如虎 不会说得很难听 很粗鲁 那叫悟口 一三叶 一三叶 不贪 不沉 不吃 明文立扬 无欲 六臣 中国人 中国人讲 七情无欲 不谈 不沉 不吃 真正能做到 能落实 年轻人